三个中产党 现在市场死下死下 如果有持股票 起码都没有了一两成的资产 我记得类似的情况在沙士时也有出现过 当时我很有兴趣的一件事 如果你是卖投资产品的人 你可以推卖什么呢 当市跌到那么少 当时真的有保险经纪来推卖我 我记得当时他推卖我一只基金 总之不是保本基金 不是那些 fixed rate 总之市场不知如何不升不跌 其实你都可以在不浮动的情况 当时市场死下死又不升又不跌 你都可以赚到钱 然后我发觉 原来投资 是永远都能找到理由 叫你付钱进去 无论市场是升跌 还有是死下死下 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另类投资 不怕你呆 不怕你呆 最怕你不呆 然后说法 你先读一读 其实我们就想讲一讲 就是说除了传统一个主流的投资 学界 金融学界 就是当那些是 譬如包括什么呢 股票 一些债券 债券 最基本就是股票债券 其他一些衍生工具 又或者是在外国包住楼 一些这样的私务基金 又或者我自己本身熟悉的一些艺术品 收藏品 包括鑽石 就是collectable 再有 譬如说 大师会熟悉的 可能是一些 其实一些世界股股也有少一些风味 又或者一些crypto 都是一些新型的产品 相对它们的流动性没那么大 风险可能会高一点 你问我是什么呢 反而我不是这样的角度看 难买的就是零类投资 易买的就是主流投资 我怎么这么说呢 其实 我想 入场门栏的角度觉得是 但难不难买 只不过有时 over time 变成是 你买开就觉得容易买 即是你觉得难买可能 有机会说多一点 美股难不难买呢 对于香港人来说 他觉得难买的 但其实原来 你了解一下 又不是说难买的 你买开了就按了键 对了 你买开了就按了键 但你按键就难了 是kipto也是的 你开了e wallet 其实就可以买到 所以你买那刻就难了 对了 所以有两个角度是难不难买的 一个就是 固定成本 一个就是 Variable cost 一个中文字叫什么 固定成本就是 我投资了 学了这东西之后 之后就按键 开头有这个门栏 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难买就是 你每一次的交易成本 都是烦的 比如说 我常常都会 喜欢说的 藝品投资 如果你拍卖可买的话 你真的每一次都 付20%佣金 这个 commission 这么高的时候 难度就是要付这个佣金 这个就次次都要付的 但是另外一个难 只不过是你 我开始不熟的时候 要学习 要了解这件事 你付了一次之后 其实都是移卖的 我觉得就是 liquidity 问题 投资很多时候 人们是 混淆了什么是投机 什么是投资 什么是赌博 经常说投机投资 或者什么 其实有些不是投机 而是赌博 即是非万赌 你没有数 你就是一个投机 有数的就是一个投资 而什么是投机 那些人经常不明白 什么是投机 我觉得完全解错了 投机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机会 transit is rare 你那个机会是很少出现的 你每天都在炒东西 你不叫投机 你每天炒东西 你不叫投机 因为你不是一个机会 可能你一年出现 我突然见到那个机会 我去博这个机会 就视为投机 如果我去拿那个机会 我不是博那个机会 而且是一个很短线 我是一个很长线的 但长线未必是投资 那些人天天在 在澳门推博阿加洛 那些叫投资吗 那不是吧 但问题 你其实做法 你可以是一个投资 就是 你可能有条数 你的投资是一个passive 和active 你是一个active的投资者 可能你天天在 有些人在职业赌套 他不是一个投资 在他来说 你就是赌钱 他就是投资 如果有一个人去炒窩论 炒得很厉害的 炒窩论 然后那件事 那件事 翻工 那他算不算投资 但普通来说 你那些就是投资 同时投资 还有一个定义 就是那个是什么 assets 譬如你投入一个世界股 投入一个南茶股 或者投入一个楼 其实世界股不是assets 除非有些好什么 很solid的世界股 如果不是 绝大部分都不是assets 那时候你变不到cash 还有它的价格 future也很快 能够好变 你投资 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一个 就是你变了assets 而很多资产不算assets 那么不是那么容易 譬如说 比如 你说 艺术品 其实艺术品都很多 现实技术 芝士是很多的 设想 当然很多都不是 除非有些 Możnais 否则很多 ир否则很多 你就是换不出的 你就换不出 不是assets 你要等它升值 表面上升值了这么多 对于投资有一个定义 是好什么 但是今集我们就讲《灵略投资》 另类投资的意思 即是沒有liquidity 是 或者是很會買 我也是用這個定義 但問題是有一些利率投資 它有liquidity 譬如說蜜蜜 是 如果大的蜜蜜蜜蜜蜜有liquidity 所以 究竟蜜蜜蜜是否算是利率投資 但其實蜜蜜蜜 它有 其實蜜蜜蜜是相對新的利率投資 但其實香港人可能不覺得 一般其實美國的金融價 它都會當作買樓是利率投資 尤其是美國的樓 尤其是它一間間 跟香港的美股和太股城 一間間都差不多的時候 你的liquidity相對都是低 一定比股票低很多 可能你放一間樓 是要放至少幾個月至半年 甚至一年才放出 所以是 liquidity 相對股票來說是低很多 蜜蜜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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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就算你去到大家都認識的比股票 都不是說你一放就立即放到 你說比股票 是呀 放到 是嗎 你需要時間 你需要時間才可以放 不是 你視乎你在哪裏放 最主要其實現在 我自己覺得都不算很另類 因為太多平台可以令它主流化 因為你就算說交易時間很久 但是因為現在有些平台 就會我自己儲了一段時間 那兩萬就立即和你交易 反而你問我 那些抹到很大價的窩蜜蜜 或者那些 那些比股票 因為一抹十格 你買不到 我有個朋友叫文昌 他專門介紹的股票就是這樣 你問我那些是另類投資 你一抹抹二十格 那我怎樣賣呢 那Crimsor 可能我認識沒有那麼多 比股票大家比較熟 可能今時今日買賣都快 但另一個極端一點的例子 有些沒有那麼流通高 那些可能會是相對 或者平台你都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慢慢收拾 所以那些可能就會這樣 但是現在這樣說 現在很多因為資訊化 很多都去買了一些大隻的東西 那些小的那些 例如世界股 那些相對於 那些人買的人是少了的 那些去到一些很大很主動 有liquidity 而且已經是格式化了的 一些投資方面 所以變了一些很不格式化 抹角很大 那些是難賣的 但是我們先拉回主題 為什麼我們要說另類投資呢 就是因為主流的市市死了 是的 那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當今天想討論的問題 就是當我作為一個投資者的話 尤其是看到一些公用股 過去幾年 又說贏了 包賺了 那些叫家裝股 你知道這些人說 可以留給孫子做家裝 顏色outh賣到的 例如市市時 我又怕風險 那如果考慮 是要再想好事 如果傳統的一些投資工具 可能覺得 不是太穩困的時候 那這些另類投資 是否值得一個可以考慮的 我覺得這樣 就是你投資 quote 現在是駕裝股 現在投資人們很市場敏感 一年做不好 很正常的事 用不著大驚小怪 整件事不是很安全 但我覺得在投資市場 很多時在三幾個月之間 就已經離慢了一個不需要的悲觀 現在不是說投機 如果有投機突然看到一件事 你想去撿死雞 不得三幾個月就知道他死了 現在是說價裝 價裝不是一會兒 我覺得是這樣 但當然是令你投資 令你投資多數都很高風險 我原本是有五百萬買藍籌 但現在我覺得未必那麼穩陣 我會先看長線 我可否去抽 我可否去抽 大家都不穩陣 我為何不買不穩陣的 我就是抽 拿一半出來 剛才你說到那些蜜蜜 或者什麼 可能那些短線風險大的 但我買很多隻 我分散買不同的蜜蜜 可能中間會有一隻跑出來 我都是看長線的 我撥中一隻 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後 變成是領導了市場 其他死掉的 其他死掉的 我都沒有什麼所謂 都可以作為一個長線的分子 你理論上就是 如果你買中了 你什麼都可以 你買這個potential 什麼都可以 現在問題就是 你買不買中的問題 你可以買一堆世界股 你竟然得回 有一隻可以 我都知道中間會四九十九隻 總有一隻可以 零六年很多人發出財 但問題當然是 那些是 零七年的時候可以走得到 半年之中是贏了十倍 因為他買了很多隻 結果都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 你要那整件事先回來 問題就是 你有多希望發達 你能夠承受風險有多大 有些人是完全承受不了風險 你會怎樣 當然這個世界上 如果最承受不了風險的話 都是買美國債券 下一張一張 我會著醋一點 戴著針 但剛才如果我們 以利益低 或者流動性低 來做定義的時候 其實學術界 金融學術界做過很多研究 就說 大家都喜歡利益 但要那些人去買 一隻利益低的時候 它變成要有個補償 才行 即是有一個利益低 有利益低 如果流動性低的話 相對回報要高一點 才能吸引到市場去買 如果你真的 你持貨能力高的人 會長遠來說 會有這個回報 這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用一些很貼的說法 很簡單 我一個普通人 我為何會去炒雷另類投資 其實我也是想拉回今天的主題 因為市仆街 我覺得市仆街 第一樣的想法是 我買藍醜也是死的 我為何不去投資一些 可能那個風險就是一樣 現在當藍醜也這麼高風險 我便投資另類投資的東西 可以獲得一個更加大的前途回報 第二個想法就是 第二個想法就是 現在市仆街 我一定要去投資一件事 是令我覺得 可以擺脫到這種衰退 或者一池死水 但當然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通常你有這樣的考慮 大前提就是你所說的 因為那些東西是利益低的 你一定是預料那筆錢 是散了有段時間都回不了 但市仆街的時候 你為何會有那筆錢 是可以投資 賣樓 賣樓 我永遠如果你說 最安全的投資就是 賣樓房 就是耕田 難道你不吃飯嗎 這東西一定越來越少 我永遠 結果你也有一個門檻 門檻就是 你有一筆可以持貨很久的閒錢 但是有一筆可以在市場很差的時候 你不可以放在虧的股票 你仍然有一筆可以持貨很久的錢 那個門檻也始終存在 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值得考慮的就是 剛才我強調過 所謂的成本 可能那天分量高的時候 有兩款加日分量高 一款就是你投資去學 學習這件事 這個當然 這個門檻 我講過以前 我的年輕人聽大人說 生意淡薄不如賭博 我就覺得生意淡薄不如賭博 學一下 學了之後 可能是試玩一點的時候 你就用得了 這個是一注的成本 你拿來學crypt 我拿來學看藥品 這些 你會當什麼 興趣 學一學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有一個回報 這個就是另類投資 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就是資訊不對稱 其實我剛才有一個定義 比較少說 通常我為什麼叫另類投資 因為那些人不懂 如果你投資了時間 去認識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會給別人有相對優勢 至少你自以為覺得 給別人有相對優勢 你便會值得投資 又是回到 你喜歡一個學習的人 這個變相是一件事 如果你學習很辛苦 你就真的不要搞定沒有投資 你學習很辛苦 你不應該做投資 因為投資每一件事都學 你喜歡做樓 你輸都輸得過癮 這個就可能要考慮 就是為什麼 令女投資有一個價值的原因 你要把興趣放進去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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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